疫情爆發 台北市居家隔離人數直逼1.8萬人 基層防疫人員忙翻天 市長柯文哲直言 再不改變方法 台北市就要關門了 用快篩代替隔離是在必行 到4月24號中午12點 台北市居家隔離是17,816人 17,816人 所以表示說 如果還要再用這種隔離的方式 我看在一個禮拜 台北市就關門了 所以顯然以快篩代替隔離 我看勢在必行 柯文哲拍板台北市第一 第二類防疫人員 即日起實施以篩代隔 未來周遭有人確診 快篩陰性還是可以繼續上班 至於中央推出的居家隔離 3加4新制 副市長黃珊珊認為 對第一線防疫工作與事無補 3加4只是減少了 所謂的它的居隔的時間跟方式 但是對於我們的行政作業來說 還是一樣的沉重 那更何況說以前可能他在第三天 可能還沒有辦法拿到我們的居隔書 那中央是用資訊系統來改善 不過在還沒有改善之前 這現在來說 對我們來說還是非常沉重的行政成本 而為了應付大量病患與居家隔離者 柯文哲再發徵召令 徵求277位退休公務員 支援衛生局與各區關懷中心 負責行政與電訪工作 希望能避免基層累垮 讓既有防疫體系能正常運作 記者游詳亭台北裁縫報導 除了一種行政 卻的要求 而是針對待在家中心 和 家中心